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三色蒸水蛋的做法 首先大碗中打入一颗咸蛋 把咸蛋黄取出来备用 再打入三颗鸡蛋 然后把鸡蛋搅散 再加入大约300毫升的清水继续搅 然后再把鸡蛋液倒入盘中 再用汤匙去除表面上的泡沫 接下来准备一个皮蛋 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把皮蛋放入鸡蛋液里 再把刚才的咸蛋黄切碎 切好之后也把咸蛋黄放入鸡蛋液里 然后把鸡蛋液放入蒸锅里 盖上盖子用小火蒸10-12分钟 接下来准备4个红葱头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到热油锅里 用小火慢炸 把红葱头炸至金黄色 再把红葱头和油放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蛋已经蒸好了 这时候蛋已经蒸好了 把它取出来 淋上一勺葱头油 一勺生抽 再撒上一些葱花 香喷喷的三色蒸水蛋就做好啦 咸蛋皮蛋和鸡蛋三者结合 原汁原味多成口感 好吃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容易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